小冰冰呢?最近听的一条消息,说是美军马润有架F35B被宣布报废了。 这消息不光小冰冰我觉得雷人,还有很多军迷朋友也在思考,这么酷炫完美的一架战机说报废就报废,给我的感觉是美帝人民好有钱啊,究其原因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探究一下,是何种原因最终导致这架F35B报废,冷战结束后,美军持续减小国防开支,连战机的开发经费也要减小,但是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机已开始老化,所以开发新一代战机,是美国国防部迫切解决的问题。 再加上高科技,高性能战斗机F22的高价格,在财政上难以承受,就以上问题,美国决定和其八个盟友,一起开发新型战机,以分薄成本,研发耗资400亿美元,是截至2006年,世界上研发代价最高的飞机。 话说,F35B就是多重高新技术的大集合,众多新技术在F35B上大显身手,高技术与众多创新所导致的,就是价格高昂的惊人。 一种新的3M聚合物宝膜,被巧妙地置于F35B的蒙皮上,取代了现金飞机普遍使用的那种表面吐漆。 F35B机体采用了洛马公司臭幼工厂与埃斯特莱因技术公司合作研制的耐高温隐形材料,可克服以往隐形材料,遇到高温时产生退化的缺陷。 F35B的雷达反射截面很小,可携带许多先进武器,进行对地对海攻、击合空战等。 F35B还可进行空中加油,采用的雷达技术含量,与美国空军最先进的F22隐形战斗机相差无几。 F136的发动机更是F35B的一大闪光点,光是发动机研发经费,竟然高达30亿美元。 它是种智能型发动机,不但能提供等于要是1.9倍的强大动力,178仙牛的生力,而且维修方便。 发动机部件具有通用性特点,多数零部件都能在不到20分钟时间内更换完毕。 它产生废弃少,着陆安全性更好。 F136发动机配置计算机管理系统,它可在故障发生前感受到故障,并且能自动补偿受损的电子部件,使发动机继续工作。 当故障发生时,F136发动机管理系统,会自动向指挥基地报告故障情况,屹立于基地维修人员,在飞机着陆后迅速抢修。 那么,如此牛气熏天的战机,到底是因为,啥就让它直接爬窝了呢? 事情还是要从2016年10月27日说起,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在刚刚拉升起战机不久后,猛然发现,电脑显示武器舱着火事故。 我的天哪,武器舱着火了,此处配音请慢读加重,相信此时飞行员的内心是崩溃的。 如此完美的战机,为何出现如此危险的情况?飞行员硬着头皮,只能选择紧急迫降。 后经过调查发现,该机武器舱支架与靠近液压管线的电线发生了摩擦,破损后造成了短路,引起了火花,点燃了从液压管路中泄露了一些油料。 那为何战机的管路上会有油料泄露?经仔细排查发现,液压管路上有一个针孔大小的破洞,油料就是从这个小洞中泄露的。 后来,该起事故被定性为战机质量问题。 后来,落马公司也承认了该飞机有质量缺陷,怎么可以这样?不能说我们马润是四等人,就让我们用四等飞机吧。 从起火后,这架受损的战机,就处于代修状态。 直到最近落马在经过近一年多的评估后,爆出了修复的价格,竟然还高于直接买一架新机。 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陆战队怎么会做呢?最终判定认为修复成本过于昂贵不划算,因此决定报废。 除了这架报废了的F-35B战机,美军还先后坠毁了四架F-22战机。 但是这四架F-22,被列为事故损失机,而非报废机,除此之外美军还先后有三架F-22在起降过程中因事故受损。 由于目前F-22已经停产,因此美军决定无论花多大代价都会将其修复,而这架F-35B很不走运。 F-35战机目前正全力生产数量充足,因此不会被这架F-35B花费高昂的维修费,只能任其报废。 最终这架战机的结局很可能适用于中队地勤修教学实体机,或者进入博物馆静态展览。 马润们别耽搁了,赶紧给他办退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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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